天后荣祖儿以一身和风打扮 出席音乐颁奖礼 被问到与早前几个颁奖礼相比 衣着好像降格 荣祖儿没有正面回应 但就表示早前她出席TVV 十大竞歌金曲颁奖礼时 所穿的那套战衣原来只是表面风光 是因为我的裙子 我那晚的裙子真的好看不好用 是让我觉得好辛苦的一条裙子 因为它全是贴片 很重而且好冷 而且好紧 虽然电视出来是很苗条 但是真的恨不得马上把它脱掉 对啊 到我脱衣服的时候 我见到我的皮肤 都已经被那些贴片 那个腰疯 就是后下怎么说 就陷入了我的皮肤了 差点陷入我的心中 另外荣祖儿在颁奖里前一个晚上 在家里设宴款待了获得本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影帝的好友杜文泽 她在微博上载两人在缓餐前的合影 并写到小荣厨房 让人对荣祖儿的厨艺更加刮目相看 可是照片上载不到一天 荣祖儿就自动投案 表示那些让人垂涎一滴的菜 都不是出自自己的手艺 其实我昨天有邀请她来我家 当然不是我做的啦 是我妈妈弄的菜 但是好看一点嘛 就说是小荣厨房 那没关系啊 反正就是我的家都叫小荣哦 OK吗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